英女王嘉賓之後,其實也有很多聲音,就是這個君主立憲制是否應該取消 殖民地政府,英國以前在全世界侵略這麼多地方,霸子夢這麼多地方 這個殖民地的色彩是否應該慢慢去減退它,或者是一些殖民地政府流下來的一些蘇州市 其中一個就是南非非洲之星鑽石,給大家看看 女王小時候,南非政府、人民都出現了一個要求 要求英國歸還非洲之星鑽石,這個鑽石是在英女王的皇冠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這個鑽石很大顆的,說回歷史吧 英女王作為世界上擁有珠寶最多的人,估計他留下來的遺產當中 他的珠寶價值可能高達10億英鎊 那麼,女王小時候,南非就說,你這個非洲之星鑽石什麼時候還給我 那麼,除此之外,也有大概幾千人簽名,簽名做什麼呢? 就是要求英國歸還非洲之星,還有另外也要作出一些賠償 那麼,南非活動的人士就說,我們的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擴產 就是在抗產的時候,就是犧牲人民的利益生命、造代價 但是最終,挖出來的鑽石,受益的人就算是英國 所以這個南非議會的議員就認為南非各國家應該要求英國賠償 他们造成的所有伤害,以及要求归还所有被英国偷走的黄金和鑽石 是所有,不单单是非洲之星 还有呢,南非应该切断和英联邦的联系 还应什么是联邦呢,现在英国的国力都这么差了 越来越差了,国力日衰,还说什么是殖民地统治 英联邦都不需要了,其实不需要存在 南非总统,礼貌上拉马福萨,在女王嘉宾之后发布了一条歌颂女王的推文 但是很多人留言,问总统,你现在哀悼女王没问题 你什么时候才叫英国还南非鑽石回来呢 有些人说,这个鑽石不是南非送给英国的吗 这个鑽石是由南非当时的德兰士雅政府买了的 买了之后,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当时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这个鑽石就是叫库里南鑽石,在1905年1月就在南非的库里南铐场发现的 1907年就被赠送去英国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就是当时英国的君主 这个天然的鑽石重是多少? 哇,很厉害了,3106卡 3100多卡 我们平时的鑽石说,两卡都挺好的嘛 3000多卡 那他就被切割成9个大块和96个小块 都被英国王室全部拿了 其中最大的那一块呢 就是英国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就命名为非洲之星 大约有530卡 就伤陷在英国国王的权杖上面 权杖上面 其实很多时候呢,这块的鑽石呢 都被英女王生前拿出来炫耀的 那南非的大学呢,就一个非洲政治学教授就说了 他说,殖民的交易是非法,不道德 收到鑽石不能够免除接收者的责任 不可以说你当时送给你,现在就不还 这一块鑽石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呢 已故英女王一直在炫耀这块鑽石 我们呼吁呢 就是南非呼吁归还所有殖民地被盗的宝物 非洲之星呢,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一个小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文物 那就其实呢 近年呢,非洲国家一直呢 是努力去追回呢 当年被英国的殖民的军队 割夺的一些文物 上个月呢,原来伦敦其中一家博物馆 就同意归还1897年 英国在尼日利亚南部贝宁王国 那夺的72件物品 咦 有英国的博物馆呢 就愿意归还尼日利亚贝宁王国的文物 就是72件文物 1897年拿的 我马上想起来 那你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 火烧玄冥苑之前 抢的文物 麻烦你 英国政府 还给我们中国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是在英国的 倫敦的北部 很大 很多年前我都去过 基本上呢 你在这里 如果真的要看完 那么多的文物 你一个月都不知道看不完 当时我都是看了整天 全天 很快地看了主要的展馆 你会看到里面已经分好了 分好了 在埃及抢回来的 一堆东西就放在埃及的展馆 在中国抢回来的 就放在中国的展馆 分得很清楚 看一些介绍 大英博物馆 竟然是藏有 高达八百多万件的文物 是英国殖民地军队 过去百多二百年 在全世界的殖民地 那里抢回来 是八百多万件 那当然大英博物馆 就不会展览八百多万件 太多了 所以就展览一部分 那就是大部分呢 都是其实是收藏了 在另外一些地方 好了 那就看回这些收藏品 原来是高达那么多 那么多件 其实中国呢 都有发声 就是说呢 要求呢 英国给中国的调查人员 团队呢 进行调查 起码去到英国 看看 究竟你有什么 收藏了些什么 然后给中国的考古学家去验证 究竟 让我们知道 记录一下 究竟我们有多少中国的国保 都流失了去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那其实呢 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 这位叫做利尔物格雷沃 都表示 其实希望呢 他都看到 就是 收藏了别人这么多件的文物 几百万件 他都觉得呢 就希望英国和中国呢 可以一起研究 这些这样的收藏品 就是重新是 譬如说 记录一下每一个国保的历史 来游啦 或者是哪些是有价值啦 哪些是 或者是没有那么有价值啦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好 比你抢了别人几百万件东西 丢了在那里 收藏了 接着封城 但是其实当初很多都是 第一 不要说贵重 贵不贵重 其实那个研究历史 考古河的价值 都是已经很大 那 还有你作为是一个贼 等于是一个贼 是不是 你火烧完明远之前 抢了里面的东西 然后搬走回英国 你走到埃及 挖人李金字塔 连那些尸体 你都说正 要捧回去展览 那这个其实是很悲劣的手段 那现在呢 其实呢 还有大英国物馆 还有很多争议性的一些文物 包括是 罗塞塔石碑 贝宁青铜器 另外就是希臘的阿尔金石雕 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塔伯特等等 这些都是最具争议的一些文物 现在呢 都还是还还给 相应的国家的 这样子 好了 好了 说完这个是非洲之星 这件事呢 都说回刚才Thomas提过的 提过就是说呢 其实英国呢 就是都 整个国家 第一个角力是日衰 第二呢 就是英国国会议员 英国政府啊 做事的方法呢 其实都是 不一致啦 还有各有各做啦 各自为善啦 那看回英国的下议院先 这位就是英国下议院的议长啦 他叫做霍伊尔 那他就日前呢 应该就是两三日前啦 英国国下议院議长访意义 就禁止中国的代表团 进入西吻厅 调宴女王 你请 请得人 请得这么多国家 现在是说英女王的喪礼 是今天 9月19号 19号举行 大概是500名的代表来自200个国家 地区的奔客呢 就受邀请 其中呢 当中100名呢 是总统或者政府的一些高级的人员 或者皇室的人员 都会被邀请 你既然是邀请得人 人家又这么有心 去到英国 去调宴英女王 为什么你这个下议院议长要特别是 不让中国的官员进入西吻厅 我们来自哀呢 我们来自哀 都是代表我们对女王一个尊重而已 为什么你要拒绝呢 当然 主要原因就是说 这个国会下议院议长就说 因为中国制裁了 制裁了五个下议院议员 和两个上议院议员 所以就不让中国的市团进入西吻厅 因为西吻厅呢 就是国会大厦西吻工的一部分 那就是属于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长的管车 所以英国政府都无权过问 这种荒谬的废话呢 就是制裁你 那当然有原因的 制裁你的议员 你的助ขại 你胡 Здесь胡说 抹黑中国 我当然要制裁你了 那么现在我们给你勉 damping你才叫作派人去 叫作吊厌 冬念英女王 好心你先给一些风道出来 那其实下议院 上议院、议员、议长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基本上他们是批评了新疆人权,抹黑中国之后 被中国制裁了,其实他 2021年的时候,已经开始禁止我们中国驻英大使 郑泽江进入国会大厦 当时已经开始禁止了,这次呢 中国的使团来到,他又禁止人家去世民厅 事实上呢,中国是很大方的 中国呢,就会派这个我们的总理之一王岐山 代表习近平主席呢,今天就会出席的葬礼了 那看看英国议会会不会阻止了 应该都不会的了,因为英国这次是政府邀请的嘛 王岐山,所以就看看发展是怎样的 但是可以看到英国就很小气的 整个国家呢,他的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立场 都不一致 那就 议会呢,就相对对北京非常之强 那政府呢 其实在英女王这个桑礼这件事上面 也都应该说,我觉得就是根本是 就是做好的协调啦,不要做到这么 就是这么欲酸啦,是不是 就是我都相信你英国政府都不方 不方会对中国会怎样好的啦 特别是卓维斯上了场之后 不过卓维斯上了场之后 不过卓维斯一上场,两三天就 女王就走了,其实就不是很好笑头啦 那当然英国还要面对很多问题啦,你说减税 减了税的钱都哪里来呢 政府收入少了 那跟着整个能源问题,粮食问题 很大的通胀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这都是英国政府 相当头痛的事情 好了,那说完 非洲之星,鑽石,说完 英国女王的壮礼这件事啦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都说一说欧洲现在的问题啦 其实普京已经是 不要再说普京,再说一说 英国政府,英国议员,那些议会 做了这么多小动作啦 但英国政府呢 急急要求中国的工厂 帮他製造 这些吊燃女王的国旗 应该是是不正常的 那原来呢在英女王 宅宴大概是90分钟之后呢 远在中国浙江省的一个叫叫肖庆的工厂呢 就已经接着呢 制造英国国旗的订单 那我们工厂呢我们的 中国工厂的工人都是 很配合 这些接了这个订单 而在上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不停地开工,集中接这些订单 也是在上个星期做了大概50万支英国国旗 英国国旗有很多款的,有些只是英国的标志 有些就有了女王的照片在上面 有些是写了,比如说女王的出身的年份 和嘉宾的年份,就有不同的款式 原来中国的工厂是非常有生产效率 也是全世界都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这么快 短短一个星期时间接订单,即刻就50万支英国旗起货 而且价格比高,每支国旗的平均价钱 只是大约1美金左右而已,便宜漂亮 所以英国政府某方面,或者英国的下议院 某方面做一些小动作,但另一方面 英国政府结果是找人去加快,去加速 去制造国旗,结果又是要找中国的工厂 好了,接着再有小时,讲完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讲回欧洲的能源问题 这次轮到普京,普京试好了 普京开完上海的合作组织的会议之后 接着接受访问 他也是很体谅,欧洲的冬天越来越近了 现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天然气储备 还没有达标 通常他们夏季秋季就处定天然气 想着在冬天使用 现在夏季秋季,天然气都不足,供应不足 接着北溪1号,最近又说是有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机器的问题停了,那就大件事了 现在整个欧洲能源危机 普京就说,其实很简单而已 欧盟只要解除对北溪2号 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 每年就会获得大概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我们看看地图 北溪2号 这个管道,大家看到了 这里是俄罗斯 这里是欧洲的东欧其他地方 埃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白俄罗斯 这些地方 这些白色的地方就是波罗的海 大家看到了 俄罗斯 开始通过波罗的海的海底 有一个管道 就是北溪2号的管道 直接去到德国 然后呢 通过这个地方就可以将天然气 输送给欧洲其他国家 这里就是波兰 这里就是北欧,瑞典 这里就是芬兰 这里就是芬兰 波罗的海 这条管道基本上 在德国的总理 麦克尔在任的时候 已经花了巨资 去建造了这条北溪2号的管道 而且本来是想着 都可以确保 就在这条管道 可以确保欧洲的天然气 未来供应 不需要再依赖美国 或者再依赖非洲方面 北非方面的供应 所以原意很好的 但是 欧盟呢 顶不住美国的压力 竟然就是 同意 将北溪2号这个项目 暂停 令到欧盟呢 尤其是德国呢 背注了沉重的包袱 能源价格不断上升 现在俄罗斯就关闭了北溪1号 结果是直接断了 在这场斗争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呢 欧盟呢 基本上是没有胜算 在这场没有胜算的斗争当中呢 就是 就是不断地损害自己的利益 竟然他都制 其实都 你现在看回呢 其实都 挺笑话的 欧盟这些国家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跟着美国的 的思路 跟着美国的屁股走 都讲得不好听 但是就其实 罔顾自己本身的利益 纯粹将这些事情呢 就政治化 英国也是啦 英国很多事情都是将政治化 而那些 下议院院长也是将这些事情政治化的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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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的世界呢 就是不断是搞政治 跟着呢 就是 做了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对于 本身的 市民呢 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这样 那现在就 普京就叫他抛出橄榄枝 就跟欧盟说 你开回北极二号 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我立刻有 每年550亿立方米天然气供应给你 到时呢 就不用依赖 就是美国和北美的供应了 北非的供应了 这样 是的 wonderful